這個也是媽媽的 媽媽也沒有帶 那我覺得很漂亮 是因為它的T鑽 因為我覺得T鑽要有活彩 其實很難 那中間當然那個有點 它有點馬鞍 但是它馬鞍有點膨 然後也很綠 也是很綠的 也是很綠 也是很綠 對 這就是典型的 我們叫金絲種 冰種的金絲種 金絲種 它綠中帶有那種金絲 黃色很鮮豔的黃 其實金絲就是所謂鮮豔的黃 它的確很漂亮 然後它很厚實 對 它的馬鞍 一般的馬鞍 薄薄的 它很厚的 它有厚度 再來它的T鑽 一般我們的T鑽 會有種稱之不齊的 它不會 它整整齊齊的 沒有縫隙 這個好 所以任何做過珠寶夜的 或是喜歡玩一場珠寶的人 他看到這樣的T鑽 他會覺得很賞心淵物 因為T鑽它表現的是那種層次 它那種一層一層的反光的感覺 然後圓鑽你知道 兩個圓鑽中間一箱的話 就會有縫隙 要不然你用KG給它包起來 對 T鑽不用 就是只有夾箱而已 可以排得很整齊 但是T鑽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只要你要做得很漂亮 很不容易 所以都會什麼 都會拿那種T鑽 有的穿寬 有的細 所以T鑽在配的時候整包 配到最後 差一點點 隨便拿一根這個硬塞進去 就會有這種不整齊感 那這個 這個戒指就非常整齊 你看我要晃動 稍微晃動一下 對 它還好閃喔 它那個跑的 而且T鑽有閃 其實不太容易 不容易 對 來 媽媽買多少錢 媽媽沒跟我講 媽媽買多少錢 也是幾十萬買的 但她借不得價格 這個台原是後來在鄉的 也是保養得很好 我們家珠寶都保養得很好 像是一樣 好 我們來顧價 好不好 請見價 八十萬元 這大八萬元 一定有增值 這樣的顏色 通常就會被說什麼叫金石狀 甚至叫帝王綠都有人會這麼說 而且它鮮豔 它真的很鮮豔 這樣比開它就知道了 就知道那個顏色差別 很明顯的 真的喔 總差很多 它的顏色鮮豔度 有 有 有 顏幕上看得出來 一邊就知道 但是這一個翡翠的蠻豫 它也不是無懈可擊 是 我就照了一張照片 讓各位看一下 做參考 我們在買這麼高檔的翡翠的時候 其實要多看一下 上下左右 它這個黑點 有瑕疵 稍微多一點 假如這些黑點消失了以後 這個翡翠戒指 不得了 可以上百萬 當然它並不是很大 但是它夠厚 這麼厚還可以這麼透光 它基本上是一個很好的物件